今天又要站在街頭 以我們為人父母最在意的 莫過於就是我們孩子最基本的 食衣住行的健康與安全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在意食安議題 我們會關心物價 我們會關心 我們幼兒園是否操受育兒政策 我們會在意工廠的污染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的空氣跟水 不管你今天站在這裡 你支持廢死或是死刑 你會關注社會案件的判決 因為這些都跟我們的家庭生活 跟我們孩子所處的社會 有絕對的關係 今天我們在新聞網路中可以得知 你會知道我們國家走到哪邊 這些都是我們的生活 也是政治 在今天我們的台灣 你可以選擇要看哪一個立場的評論 看哪一個網頁YouTube報紙 你可以主張你的母語 不管是哪一個語言 你可以在你的文化 不管今天我們高雄有多麼不滿 韓國瑜 但他是我們民主選出來的市長 很無奈 我們可以站在這邊 出來遊行 表達不滿 來爭取我們的權益 我們這些話題 可以藉今天我們台灣各個場合的談論 這是因為我們國家現在擁有的自由跟民主 對不對 對 我們政治都跟我們生活的大小事不可分割 每一次親子共學站在街頭 站在台上 甚至是去年大選當中我們歐巴桑聯盟全台有22位的媽媽參與地方的市議員選舉都會有人告訴我們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拚經濟 拚經濟 小孩才有未來 才會有飯吃 你們這群媽媽不要吃飽太嫌搞政治 拜託 在討論政治是什麼 什麼才算是教育之前 我們難道大安不用先想想 我們到底要留給小孩什麼樣的未來嗎 在猜選的時候 歐巴桑聯盟的網頁就屢遭中國網軍的攻擊 我們連很基本要帶小孩到香港迪士尼護照都沒有辦法被申請 出去的小吃點只能夠放送特定黨派的新聞 現在粉絲也要被收買 我們以為能夠知天恰事的新聞竟然沒有辦法看到真實的事件 在這個新聞道德喪失的背後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思想的洗腦民主價值的破壞 政治跟一國兩制的議題離我們很遠嗎 主政者怎麼選擇政治入選就選擇我們國家的未來對不對 我們希望孩子在一個有選擇的國家長大對不對 在發表意見自由不用被擔心消失 我們孩子能夠在這多元的聲音當中去判斷去選擇 長成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民主的確不能當飯吃 因為他就應該是一個身為進步 而有主體性國家的基本權利對不對 守護主權就是守護我們台灣孩子的未來 台灣的自由跟民主不是自己來的 而是順應我們的呼喊來的 必須要奮力爭取啦